哇哦 應該應該猜的到吧 你有猜到吧 我沒有 哦真的假的 壓倒性 78.3% 大家選Pixel 6 Pro iPhone這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 超糟糕 你怎麼可以一直選iPhone Google店 怎麼可以不選Google Sony爹 Sony爹來 結果結果是 我們的 好那現在呢我們邀請到蘋果爹一起來盲測這次的三大廠手機到底哪一個是網友最愛的結果 好那我們先請果爹自我介紹一下 OK 嘿大家好我是蘋果爹 我有一個頻道叫做蘋果爹 平常拍很多蘋果啊或是科技類的產品 然後因為其實對相機很有興趣 所以對Andzo的頻道也是很早就開始follow了 所以我們就 都有碰到嘛都有聊天在Clubhouse還有去外面記者會都有碰到 所以今天很高興謝謝Andzo的邀請 可以來做這個很刺激的盲測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看到Sony Pro-i的效果怎麼樣 基本上等一下就是 我一張照片秀完之後會秀答案 就是蘋果爹先想你覺得哪一張好看 那秀完答案之後我們分別想解說都可以 覺得這張怎樣你就直接講啊我覺得怎樣就直接講 那再來我就會秀 目前272位網友投票的結果 WOW OK好 很多人投票耶這次超多人投票 很多人投票很棒 傻眼好 那我們就開始第一張喔 OK 那第一張你有什麼看法 第一張的話 我覺得如果看車的話我會覺得中間那張還不錯 色彩 可是如果整體看起來的話我會比較喜歡左邊這一張 不管是天空的顏色啊然後它的 看起來它的暗處的感覺可能對比稍微強一點 基本上身為蘋果爹選到 iPhone 13 Pro也是正常的啊 也是應該 中間是Pro-i 其實我大概猜得到中間是Pro-i 就是整體的對比度比較高 但是我自己覺得Pro-i的立體感比較好 然後Pixel 6有一點平 就是沒有什麼層次感的感覺 Pixel 6在這種光線對比很強的時候 都會把它有點好像 鋪得比較平的感覺啊 對對對對對 好 大家看這個統計資料就是跟果爹一樣就是 第一張就是由我們的iPhone勝利 那Pro-i其實我覺得Pro-i應該要是第二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Pixel 6會是第二名 所以基本上應該可以簡單看出來 好像網友比較喜歡動態環比較高的照片 我在想可能是天空啊 因為Pro-i中間好像看起來有點紅紫的感覺 在那個天空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像本來的天空吧 可是就是整體照片我覺得是好看的 對 OK 這張呢 中間跟右邊有點難選 如果我可能選右邊的 因為我覺得它車子的 對 車子感覺起來比較立體一點 左邊就是有點平啊 那我們來看結果 哇嗚 應該猜得到吧 你有猜到吧 我沒有 喔你沒有 喔 我沒有猜到 喔對啊如果現在仔細去看那個天空靠房子的地方 它有點偏紫 對對對它有點偏紫 可是它整體照片還是比較好看的 我覺得就是以這張來我自己個人認為 那我們下一頁喔 這張其實有點有點意外 其實我覺得這張的結果很相近喔 就是 38% 34% 26% 所以這張其實算是勢均力敵啦 就是各有所好 就是可能有些人喜歡很平的 有些人喜歡對比高的 旗艦機的超廣角表現其實蠻接近的 對 真的 我們再下一張 下一張應該就是主鏡頭了 喔不是這張是望遠 這張比較難猜 是望遠喔 我覺得細節上面 有點 似乎是中間跟 右邊的 它的那個磁酸部分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立體感好像左邊的我覺得 感覺起來比較立體 我第一眼我會覺得中間啦 好那就中間 那磁酸好像清楚一點 對 好那就中間喔準備喔 3 2 1 好 喔 客外的顏色很漂亮 嗯它這張對比層次比較真實 就是Apple跟Google好像都有一點 HDR太嚴重了 所以你剛剛的判斷是對的 你確實覺得那個 右邊跟中間的解像力比較好 因為一個是三倍一個是四倍 那Pro i只有兩倍 啊這樣子喔 對對對 嗯沒錯 難怪難怪OK 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這張結果也是iPhone 13 Pro 所以我在想這張他們會選中間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顏色耶 那個天空的藍 可能他們喜歡 喔這個 這個盲測沒有 但是這個只是秀給大家看 三隻手機的最大變焦能力 這個你應該一看就知道誰是誰了 左邊Pixel 中間iPhone 對因為Pro i比較可惜就是它的 它的數位變焦有它所謂的 AI的加強的數位變焦 但是 不到六倍 這張很明顯啊 就是望遠能力就是Pixel 6 Pro 最強 真的真的 而且它它居然只是四倍 好像比iPhone多一倍而已 可是它如果再放再更遠一點 其實它的差距又再更明顯 它的像素有比較多嗎我忘了 有它的望遠鏡頭4800萬 4800萬 對啊 所以它切下去一定效果更好 這張難判斷 這張難判斷 我剛剛看本來一開始我也要講右邊 因為我覺得它的房子的那個對比 看起來是比較漂亮 還有跟天空 可是天空的我就覺得左邊的稍微藍一點 對 右邊 右邊 你看它最上面接近白雲的那一角的房子 嗯 右邊在暗處的地方 看起來比左邊的清楚 就是其實 最右邊的暗部細節再好一點點 那這個應該很明顯知道答案吧 喔真的假的 你剛剛覺得右邊是13 Pro嗎 我其實 我大概知道中間應該是Pro-i 左右我看不出來 這張應該是Pixel冠軍啊我們看一下 對 對 48.5% 哇觀眾都看得很清楚耶 其實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 因為Pro-i它的定位就是 專業手機 所以 它的自動模式的演算沒那麼強 所以好像有點可惜 我覺得或許說會買這一種等級的 的人或許他也不太希望 太多的演算法去幫他算照片 我自己的猜想會是這樣子 嗯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的1到13張都是白天 好這張 這張其實 因為我回來自己看的時候我判斷不出來 因為三顆的主鏡頭其實都蠻強的 當然中間我覺得是 稍討喜一點 可是主要就是因為它的 天空跟它樹葉的對比 那我就先猜左邊可能是Pro-i 因為我覺得看它的天空都有點偏 偏直齁我猜錯 那中間跟右邊哪個是Pixel 哪個是iPhone就很難解決 有可能中間是Pixel吧 我不知道 好所以你選中間 我選中間 對 好來 因為我會以為Pixel的感光元件比較大 可能閃景部分會稍微 可是這張好像是 我剛剛有說我好像 因為記有差一點這樣子 對對對 我iPhone比較近一點點 所以 而且天空啊 對啊天空這個藍應該就是這次的iPhone 看一下網友 這張應該很明顯就是也是13 Pro冠軍 那也是覺得iPhone 對 這張也不好判斷喔 我這邊稍微講一下就是 Pro-i雖然它的自動模式沒有那麼強 但是它這一代也有改善 所以它其實對HDR的演算也是有的 只是沒那麼重 只是沒那麼重 我選中間 因為它比較清楚嘛 它在暗處跟亮處對比起來都比較清楚 可是它中間有點過譜 我們看結果 Pixel啊 它這樣演算比較重手一點 結果應該跟想像的一樣 壓倒性 嗯 78.38 它這張HDR效果很成功 但是我自己覺得啦 說實話Pixel 暗部拉到多到齁 那個雜訊都有點明顯了 看了其實我覺得還好 對 Pixel的照片會一直這樣 好像從Pixel 5之後 它的暗部都會拉太多 有時候 我在想Pixel有時候 他們可能因為他們的演算法 可能很多在用Google Photo的人 他們就看他們怎麼調照片 或許他們就有點覺得說 大家都會把相把暗處調亮一點 這個也超難判斷的 很難選 其實這張我喜歡最右邊的啦 因為這個場景都已經逆光了齁 所以 硬拉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剛剛正要講說 我覺得最右邊的房子跟街道 跟車子的對比 是比較分割開來 就是比較立體突出的東西 至少在車子啊 還有它 它的下面遠一點的街道 它的遠近感 我覺得是比較好一點 不會像那種HDR刻意拉 然後就變成整個是平的感覺 右邊齁 讚齁 終於換到我們的Pro-i了 終於是Pro-i了 對 可是Pro-i的照片我覺得真的有這個特色 拍起來滿立體的 層次感都很好 這張大家還是投給iPhone 或許天空啊 iPhone是不是特別有條藍啊 天空 我覺得有 我拍什麼就 有時候看外面天空都不藍 用iPhone拍就很藍了 真的假的 對 好誇張 這個也是白天空 整體的話 右邊 右邊齁 YES 因為看後面房子的地方 它比較清楚 比較分離感 應該是滿明顯的 喔 13Pro 喔我剛剛第一眼以為中間13Pro 跟我想的不一樣 喔 Pixel還是拉最大的一眼這張 暗部 真的真的 你看大家怎麼選 Pixel Pixel 6 Pro 我跟妳講就是大家是真的喜歡那種動態範圍特別良好的照片 就是很討喜 對對對 感覺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這張跟講這張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Pro i的自動模式可以開閃鏡 然後Pixel Pixel我使用的是肖像 然後iPhone是使用三倍鏡的原像 OK OK 你就第一眼看你覺得 你覺得哪一個閃鏡好看或哪一個算得好都可以 中間跟右邊就不錯 可是如果去看它閃鏡 中間就是在它手把那一些沒算好的 最右邊那一張又算不好 所以閃鏡的話左邊好像最好 我覺得就是 左邊1 中間2 右邊3 如果要看閃鏡 那左邊的話它13Pro 它算得比較重 Pro i的閃鏡大家仔細看喔 它的算法不一樣喔 閃鏡的高光特別亮 那Pixel 6 Pro的話其實我覺得它最可惜的就是它的肖像只能用一倍鏡頭去拍 所以會感覺有一點 嗯 特別銳利 銳化的感覺喔 然後它的手把也沒算好 這張Pixel不知道在幹嘛 很奇怪 Pixel有時候算得很好 有時候就是 可是iPhone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 沒有說一定哪一個一定都每次拍都好 我們看一下網友選的 網友選iPhone喔 40% Pro i30% 可是他們看閃鏡啦 看閃鏡這一張真的是iPhone最好 到後面那個煞車把的地方好像有點漸層 慢慢散過去的感覺 嗯 其實這張真的是iPhone算得最好 我跟你講這張我在講解一下 三個主鏡頭在差不多的距離拍攝的 主鏡頭喔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點就是 上面的閃鏡 大概是這是真實閃鏡這不是運算的 我比較喜歡左邊的 我喜歡那個綠呈現的方式 就是好像他跟紅有一個比較強的深淺對應 其實這張讓我蠻意外的 自己在看的時候我那時候判斷不出來 我們來看結果 啊 所以這張其實Pro i的24mm f2的 下去特寫效果很好 我覺得這個呈現出來是最好看的 我們來看網友的投票 應該是Pro i 對啊 Pro i第一然後iPhone 13第二 可惜了Pixel 6這張 才8%也太低了吧 對沒辦法 好可憐 這張也是3G都開人像模式 當然最左邊那個就直接刪掉了 我說實話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好啦我知道左邊是Pixel啦 因為我不太懂它白平衡怎麼會跑掉 因為我那天就是 我測試的時候也是拍人像 只要有頭髮光澤的時候就這個爆掉 你剛才講說它的曝光或什麼 它就會把頭髮的部分拉得很亮 你看它對不對 就好像有點白頭髮那種感覺 對對對 最左邊那一張 最左邊那一張 對 就是整個都錯掉了 這兩張我選中間的 我也會選中間 中間整個人像的層次感 才是比較正確好看的 比較像相機拍出來的感覺 Pro i 真的不錯耶 這張層次感很漂亮 真的很棒 那個立體感棒 那個綠色 我覺得Pro i的綠色真的很漂亮 那結果應該是 iPhone贏喔 可是很接近啦 說實話很接近 是很接近 其實都是很好看的照片 這張就是代表說 大家覺得中間好看 但是還有一部分的網友覺得 還是動態範圍比較重要 下一張 這超廣角 這張我會覺得右邊也是Pixel 那我要選的話我可能選左邊 因為它的天空跟樹葉的對比 天空沒有過曝 然後人也蠻清楚的 我們看一下結果 沒錯 其實蠻明顯的啦 就是iPhone 13 Pro 我們看一下投票 這個13 Pro有那麼壓倒心聲 勝利我也蠻驚訝的 對啊 我以為中間也會不錯 好這自拍鏡 左邊直接打掉 然後中間跟右邊我選右邊 因為我覺得它的皮膚 感覺比較真實一點 雖然我覺得中間也拍得很好看 我們看結果 應該蠻明顯的 對啊 很明顯的 就是Pixel 6 Pro最廣 那13 Pro的話 對 沒有那麼廣 其實我一直不懂耶 就是iPhone都這麼多年 為什麼不提升一下前鏡頭的光角 他們覺得 不用還是賣得很好 欸有道理 他們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等下一代 我們看一下結果 喔 iPhone 13 Pro 這個也算接近啦 也算接近 它10% 這邊建議各位喔 就是Pro i的前鏡頭 我們就把它當裝飾就好了 沒有辦法 它真的是 強在後鏡頭啊 那我們現在進到 重頭戲 就是夜間的部分喔 第14張的話是望遠鏡頭的夜間模式PK 好這個太明顯了 左邊直接打掉 那就選中間囉 中間喔 這一定中間嘛 好 那我這邊講一下喔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iPhone 13 Pro 對著那個 月亮 點測光 就算我拉到最低 它還是過曝 iPhone如果要拍遠的東西 在夜拍的時候就是完全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它是用哪一顆鏡頭 它也不跟你講 然後它在暗的時候 它可能又會切回主鏡頭 然後它就對不到焦嘛 所以整個就是望遠夜拍非常難使用 但是Pore i這張其實有拉起來 iPhone這是什麼完全不知道 超糟糕 對 你也是有遇過這種問題吧 就是長焦鏡頭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有啊 我在拍小孩的時候 他們在可能在學校表演的時候 在舞台上很亮喔 那燈光很好 如果你用長焦鏡頭去錄影的時候 它確定用長焦鏡頭的時候 畫面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會自動在你錄之前 可能它又在兩顆鏡頭 就會切來切去 然後你完全不懂它的邏輯是什麼 它切來切去 可是你確定畫面是準焦的 它還是給你切 對 就是是準焦然後曝光什麼也都OK 你正要按下錄影的時候 你看到畫面突然變糊 你就知道它又切回主鏡頭了 完全不知道它的邏輯到底是怎麼算的 這一點是讓我使用iPhone 特別是錄影 然後入長焦的時候非常困擾的地方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你有望遠的需求 建議這三架還是選Pixel 我們看結果這張應該壓倒性勝利 89% 到底誰投給iPhone 13 Pro的 下一張 這一張難 如果我要看那個燈光過曝 或是它的路 看馬路我覺得我現在 仔細去看馬路的話 我覺得馬路的層次感 呈現最好看是最左邊這一張 好看成果 沒錯 應該大概猜得到 那中間是Pro-i Pro-i這張比較偏紫 你看成果 對 iPhone 冠軍 就跟想像的一樣啊 所以大家喜歡動態範圍 比較廣泛的照片 這樣 那這張我稍微解釋一下 中間那張雖然招牌有一點過鋪 但是 那是因為我拍第二張 我想要讓它的整體的曝光度比較均勻 所以我才這樣拍 看起來的話當然就是 右邊嘛 可是左邊我也覺得它的感覺 色調 好像是 我們真實會看到的感覺 可是當然是右邊整體 細節啊 還有它的 顏色 表現起來的話 右邊當然是整體來講 算最好的 OK OK 所以我譬如說Pro-i也拍得很好 Pro-i就是真實啦 然後自己是覺得 這張Pixel的整體調和真的很棒 iPhone竟然最差 我們看一下結果 73% Pixel 6大聲 合理 下一張 我會覺得中間就是太平 所以我就不會喜歡 那左邊跟右邊的話 我覺得看起來很接近 可是我覺得左邊的方子比較清楚 又是iPhone 13 Pro 不是你不是要改叫谷歌跌了嗎 你怎麼可以一直選iPhone 怎麼可以不選Google 沒有啦 Google有強的地方 看一下 投票 欸 Pixel 6 Pro 68.8% 為什麼 我在想為什麼 為什麼會亮嗎 可能大家就是覺得說 中間主體看得清楚 是不是大家真的就是 喜歡亮的照片 我覺得有可能 就不用自己再挑 他今天想要拍的是這個房子 他會覺得說我房子有看清楚就好 其他 整個房子的色調 是不是正確的 就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Google竟然在這張贏了 我以為是iPhone會贏 而且還大勝 超大勝 好 下一張 然後我稍微解說一下 這個場景的白平衡說實話 是左邊跟右邊的比較接近 真實的白平衡 因為當下是路燈的LED白光 這樣講的話我會比較喜歡左邊 第一眼來看的話 我覺得它的綠的地方 它深淺比較分明 然後雕像的部分 我覺得它那個 比較像那種實相的顏色吧 感覺起來那是比較對的 我們看成果 像這個時候這樣又可以 凸顯出一個重點就是 iPhone白片容易偏黃 論這三張的解像力 我覺得Pixel 6表現最好 它細節多 然後銳化也沒有到那麼重 看成果 為什麼 iPhone 因為如果沒有聽聽解釋說 白平衡比較像哪一個 對啦 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中間這個色彩比較飽滿 比較豐富的感覺吧 有可能 這張Pro iZen第三 大家觀點跟我們不一樣 可是它是覺得是最不清楚的一張 對對對 最暗最不清楚 好下一張 第一眼一定是右邊 比較有晚上的這種色調的感覺 而且它的 橘跟它的藍呈現都是很真實 就感覺是很飽滿的顏色 嗯 那中間跟右邊 1跟2就太白了 我覺得 沒錯 果爹又選到Pro i了 好吧 索尼爹 索尼爹來 對啊 其實Pro i在拍夜景 雖然它有自動的夜景模式 但是它的天空該黑就黑 那左邊的iPhone跟Pixel 6 硬是把天空拉起來就會怪怪的 對像Pixel 6就有雜訊 這樣 看成果 欸Pro iD 不錯 搬回一層 這張 喔這個比耀光的 可是其實都有 喔耀光 都有啦 如果是低眼的感覺我覺得 左右很接近 那中間這一張我就已經先去掉 左邊 左邊 左邊它的 橘色是比較漂亮 嗯 沒錯 這張又是索尼爹 對又是索尼爹 好像在晚上的話 Pro i的表現真的 對就是該有的對比都有出來 另外兩台都太重手了 對 那還有個重點就是 Pro i的那個 鏡頭有T鍍膜 明顯耀光是比較好的 iPhone這個耀光就真的很難看 那Pixel這一張也不行 它那個感光人間反射太嚴重了 我們看成果 欸這張Pro i70拍 對啊 不錯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真實的一個呈現 這張難判斷了 第一眼 3秒 3 2 1 走齁 我也覺得做不錯 Pro i 你看它雖然說後面房子不清楚 可是我就覺得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對欸這張又可以看出一件事喔 就是光明明是 白的 但是iPhone偏黃 對 雖然網友們不知道 但是 我這邊還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這樣 它這個 耀光也是很難看 那耀光太嚴重了 我們來看成果 欸Pixel 61 蛤 為什麼 應該又是動態範圍的問題 背後那個 防止的地方 雜訊超重 我看一下 欸真的它硬拉的 所以雜訊很重 硬拉的啊 可能網友不會放那麼大 可能iPhone的耀光太難看了 所以人家可能就也不想去 喔iPhone好慘喔 知道好低喔 其實這張有一點明顯 說實話 因為我三個都是用 望遠焦段的原始焦段 說實話很明顯 呃 左邊 左邊厲害 蘋果爹 欸 回到蘋果爹 看起來比較立體啦 雖然Pixel 6我覺得它的 它的解像力好像比較好 可是左邊我覺得 你看它按的地方 就讓它按嘛 我們來看成果 喔 52% iPhone 13 Pro 對 討喜 比較討喜 下一張 對就是我有說就是 如果拍連三張都糊掉 那就是我認定這支手機的防守震 不夠強 或是它的快門用太慢 這個我先前在測試的時候 也碰到這個 對我也是就是一直拍 拍三張我就算了 我說那這個就是 就是不好用就對了 也不要去硬去救它 對對對 這張我選左邊 頭髮也比較清楚 然後人也比較清楚 眼睛也比較清楚 我們看成果 對我在猜是Pixel 因為其實有點不公平 Pixel 給人家用主鏡頭去拍攝 對啊 作弊 對啊 兩個細節喔 大剩其他兩個 因為其他兩個都望遠鏡頭 望遠鏡頭 但它的光圈 然後改光元件什麼 都不能比了 那它成果 喔Pixel 6 Pro 40% 作弊有用 好下一張 展示一下三支的耀光 好吧 那這個左右就要去掉了 沒有就選2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看結果 就是Pixel 6 Pro很明顯 改光元件反射的紅色 超級明顯 不好看 那iPhone 13 Pro 其實也看得到一點 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Pro-i的耀光最少 對 但是Pro-i的夜間演算沒有那麼強 對 就看不出燈的樣子 蛤 對 Pixel 6最高 為什麼 它可能覺得那個花瓣 有個花瓣感 哈哈 花瓣很漂亮 漂亮 我覺得右邊兩張不好判斷 其實我自己喜歡的話 我會喜歡 左邊 我覺得它那個有燈的地方 讓它呈現出來 可是它暗的地方該按 我覺得這個是平衡 比較好看 中間就先去掉 中間那個 所以你最後選左邊 左邊 這個反而Pixel 6沒有拉得那麼高 好有趣喔 對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看耀光會猜出來可能是iPhone 可是你會想說 拉得那麼白有可能是Pixel 哇有趣 來看結果 Pixel 6第一名 所以確實Pixel 6在這個場景 掌握的曝光度是最好的 對 再來這個 我選中間 下面那幾個不同 有紫色綠色啊 黃色啊 欸iPhone喔 好我們看成果 對iPhone 然後Pixel 6 Pro 是動態範圍最恐怖的一支 對 很假 太不真實了 太不真實了 可能大家喜歡喔 好我們來看結果 喔 壓倒性 大家真的喜歡這種 動態範圍很誇張的照片耶 對對 這沒辦法 我這邊講一下喔 就是我的盲側的那個問卷沒有圓圖 但是今天給果爹看有看圓圖 我們先看圓圖 中間啦 這三張的圓圖 好那我們看我修過的 我讓星星明顯一點的 右邊嗎 論圓圖你喜歡中間 對 修過你喜歡右邊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那個星星的數量 左邊比較多是不是 應該是左邊跟中間比較多 對 左邊最多 左邊最多 對 Pixel 6 Pro 然後Pro i 然後13 Pro 那這三支呢都是在我 盡他們的全力去拍攝的 Pro i是使用RAW檔 Pro 30秒 Pixel 6 Pro是夜間模式 天文攝影模式 然後13 Pro是30秒的夜間模式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13 Pro的那個 鏡頭的暗角怎麼那麼重 對 對這個 這張好怪喔 對很奇怪 哇靠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可能喜歡這種宇宙感有沒有 對啊實際講的話啦 其實到後來看我會覺得Pixel的是我比較喜歡的 可是他們可能覺得iPhone 13 Pro這個是好像有一點效果 有點這種光韻的效果的感覺 而且他們可能用手機投票沒有放很大 也是也是對 我覺得算是iPhone有點賺到 賺到 58% 哇 超高 那這個的話呢是長焦 星星最多是左邊啊 換我修過 把它修出來一點 左邊囉 Pixel 6 Pro Pixel 6 那Pro i的話 還行啊 Pro i也還行 對Pro i我覺得不錯 對 那我們看投票結果 對啊 喔 72% 可是為什麼會投iPhone啊 相對Pro i 應該是Pro i的比較 他們應該是可能是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修的時候Pro i沒有降太低 OKOK 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把統計資料全部統計了一遍 然後看誰贏 我的統計方式是第一名三分第二名兩分第三名一分這樣 應該還行吧 可以可以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就是日間情況的話呢 iPhone 13 Pro 35票 Pixel 6 Pro 26票 Pro i17票 對然後夜間模式的話 iPhone 30票 Pixel 6 Pro 37票 然後Pro i23票 所以 日間呢 iPhone最高票 然後夜間的話 Pixel 6 Pro最高票 iPhone 13 Pro的分數最高 如果我用分數去計算的話 iPhone 13 Pro 65分 最高分 以這個算法的話 是iPhone 13 Pro第一 我這邊還有另一個算法 就是因為我這個是 我這個有點像美國的那種選舉 就是每一週選出來 當週的票嘛 然後但是 就是實際票數不一定對吧 對 對 所以我用了一次就是我把 所有的趴數加在一起 就是看 哪一支手機的趴數最高 結果結果是 我們的 Pixel 6 Pro最高 要論誰是總冠軍的話 好像 有點難講 對 整體來說就是 iPhone跟Pixel表現 自動模式表現都很優異 對 這樣 然後Pro i的話就是接近真實 好 那接下來換果爹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看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兩個有些情況 晚上的時候選Pro i啊 多時候會選iPhone 可是像我幫家人拍照的時候 如果Pixel跟iPhone比的話 那他們會選Pixel的 這種時候如果再把它廣發出去 給大家選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這樣的結果 就還滿 反應到我現在真實 幫人家拍照的時候 得到的反應 那能不能反應真實 這個 這個對他們而言 並不重要 他們肉眼看到什麼 並不重要 他們想要看到他們看起來好看的照片 但是 還是重申一下就是 Pro i不是表現不好 是 不一樣 對 就是它是真實取向 對 我覺得它是就是真的 就是想要買這一台的人 他們就是想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他們會知道說 比較正確 對比較正確 就我夜拍 我什麼顏色就應該是什麼顏色這樣子 Pro i的表現真的就是 就是像相機就是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 今天的盲車應該還滿好玩的吧 對我覺得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 那你覺得最出乎意料的點是哪裡 就很多人選 很多人選Pixel啊 就在有一些過曝的情況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它的暗部好像查訊太多的時候 可是可能 大家都是 還是喜歡這個 比較平均亮的照片 這種感覺 也還好 因為我本來對Pro i的期待 就算有點高啦 所以 有些地方看它Pro i的表現怎麼好 也算是 符合期待 我覺得 所以總歸來說呢 希望這次的盲測呢 對大家有幫助喔 那這三家手機呢 都各有優缺點 也不是說今天iPhone贏了 或Pixel贏 就一定是那個拍照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好好的玩攝影的話 或許我們會比較推薦Pro i 因為它的專業模式超專業 對 甚至於拍小孩也比較方便 而且還有影片啊 它的影片超屌 那影片方面的話呢 這三家也是不同的強項啦 那論慢動作畫質最好的話 我這邊直接跟各位說 你們可以看我的Pro i的實測 那我相信慢動作畫質 沒有人贏得了Pro i 整體來說 雖然說結果是長這樣 但是這三支手機 其實都很推薦給大家 希望今天的盲測呢 對各位有幫助 那我是興趣實在的攝影師Andro 我興趣實在是蘋果去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次做的盲測特輯的話呢 歡迎大家留言 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 怎樣都可以 那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蘋果爹的頻道喔 感謝感謝 那我們今天的盲測就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